那剛剛有提到總共我們會有四種樣式 當然不是只有這四種樣式,其他的樣式 像剛剛沒提到的,其實你們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也可以知道,像這個字,顏色跟框線還有就是字的粗細 那怎麼做?我們先來demo剛剛的那個部分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那我這邊大概會有幾個範本 第一個就是字怎麼變顏色 怎麼變底色 怎麼變框線 最後就是這個是變顏色之外,會有一個加粗體 所以有四種樣式 那提供給各位將來,如果你們需要在你的程式裡面 去變化一些格式的一個參考範本 那首先我們來看 基本上我們可以從剛剛的那個多重 其實這個多重顏色也是從上面這個多重的成績 多重的這個程序把它複製 OK 那貼上,貼上之後的話 就是加一個顏色兩個字 反正也就是名稱不能一模一樣 那多了哪些東西 記得就是說 這個if後面 有沒有,邏輯判斷 除了輸出A之外 那我把它改成什麼? 藍色 因為輸出A之後嘛 它本來是黑色的 那我要把它改一個字的顏色 那字的顏色特別注意 如果你將來要更改字的顏色 其實你只需要在這個儲存格後面呢 加上一個它的儲存格裡面有一個紙物件 這個紙物件的名稱就是叫縫 縫的話就是字型 字型的什麼呢? 顏色就是點color 就是縫點color 然後後面的話等於什麼呢? 因為你必須要給它一個顏色嘛 那給它一個顏色的話呢 通常 也就是 假設啦 如果你只要牽涉到有關顏色的部分 我建議各位可以記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呢 是VBA的函數 它的名稱叫rgb 這個rgb 顧名思義嘛 r的話是紅色 g綠色 b的話是藍色 OK應該可以理解了 那瓜五之後後面呢 你就給它一個 你需要給的顏色 那特別注意啊 它這個rgb 顏色的數量 數值 就是後面三個rgb 那它最小是0 最大是2555 也就是總共有256種顏色的變化 其實就是二的八次方 二的八次方剛好256 所以它等於是二的八次方 一般叫八位元種 八位元顏色啦 OK 那我們可以變換出 就是單一個r 就有256種顏色 然後紅綠藍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藍色的話 基本上就是其他的都沒有 藍色的話呢 給最多2555 所以呢如果你格式化之後的話 藍色指的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rgb0025就是藍色的意思 OK喔 格式化成藍色 當然這一串喔 如果你要自己打的話 其實有些都可以自己提示 那怎麼打比較快 我的建議就是先打個sales 先不要加瓜糊 你打一個fo fone就出來了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它點兩下 再點 color這邊也會有啦 有沒有 然後等於什麼呢 rgb千瓜糊 然後會問你說 那你的r是什麼 r有沒有沒有 綠有沒有 沒有 藍有沒有 255 OK 後瓜糊就好 不要忘記 最後 再把瓜糊給 放下來 那你想說 瓜糊為什麼最後再放下來 因為如果你加了瓜糊 墊 它不會出現 因為你如果先打瓜糊 墊 它不會出現foam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為什麼瓜糊最後再加上去 到底是這樣 OK 那顏色的話 第一個我們藍色就加上去了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就利用這個foam物件 它就是 主要的用途就是說 在儲存格上面 等於是幫你填上一個顏色 那另外第二個 有同學說 老師那這個顏色 我如果希望去 我希望不要那麼死板板 rgb 顏色那我可不可以 比較鮮豔一點的顏色 其實未來如果你要 比較鮮豔一點的顏色 也很簡單 這個字型的顏色有沒有 你可以點擊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裡面呢 反正你可以點一個藍色 但是藍色 比如說你要製定 你這邊可以再調一下 你看看哪一種顏色 假設這個顏色 那這邊不是rgb嗎 那你就把rgb這個顏色怎麼樣 把它輸入到rgb裡面 就有顏色 所以其實rgb它顏色 如果你實在想要的顏色 比較複雜的話 可以用這個方式自動產生 它可以產生非常多種顏色 不過一般寫程式不會用那麼複雜 不過你要想要什麼顏色 基本上都找得到 好那這個顏色做出來了 再來的話就b b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有一個底色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底色部分也不複雜 底色的話呢 實際上就b 先輸出有沒有 在底下加上一個 剛剛是phone對不對 你把它改成叫intro的一個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話就是它的底色 其實打上去 我如果要黃色的話 就是25 25 0 紅色加綠色就黃色 不幸的話你可以 這個地方點下去 其他色彩 黃色制定一下 25 25 0 就黃色 那這個顏色呢 如果說我今天要加上去 加在它底色的話就intro卡 打這個字其實很簡單 點下去有沒有 sales.i 有沒有intro這邊就出來了 如果你這個字拼不出來 沒關係 你就先打這個intro 點i color也會出來 等於什麼呢 一樣rgb 前刮弧 紅色加綠色加沒有藍色 那就是黃色 最後記得把這個刮弧 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intro前面這邊 就是sales這個後面 指定哪一個儲存格 如果你沒有這個刮弧 意思是說全部 全部的儲存格都變成底色 變成黃色了 ok 所以特別重要sales這個指的是全部的儲存格 好 那再來就是b的部分底色 ok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反正 這可以當成範本 未來如果你要使用的話 可以拿來參考一下 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看這個 框線 那框線的話呢 基本上呢 這個框線 其實就是另外一個 物件 它叫做boulder ok boulder 不過你會發現 其他form 後面沒有加s intro 後面也沒加s 可是boulder 它會加s 那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 boulder 你想說boulder為什麼要加s 框線啊 對 因為它框線剛好是四個 四個嘛 甚至其實還有對角線 只是這邊我們只有四個 那其實所謂的boulder加s 因為它這邊有上下左右 其實它是這樣構成的 那當然呢 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我將來可不可以只要是底 就是底下那 上下兩條線我要 其他左右不要 可不可以 可以啊 ok那當然你可以 再利用boulder這個物件去格式化 你要的那個哪一個 就是哪一個邊 ok那其實原理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概略講一下 那紅色的話就是25500 okboulder 這應該可以理解了 所以它用法好像都還蠻一致的 差不多 所以以後看到顏色 記得就想到rgb就好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框線呢 就加上去了 ok就是boulder 那打的方法 我就不再 你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反正就是點下去 打個b 它會出現一個boulder 有沒有 再點一下 它會有個color 給它顏色 那如果說你要哪一邊的話 其實只要多一個動作 就是boulder 打上去之後的話 你就多一個前刮弧 如果你多一個前刮弧 它會跟你問說 你是要哪一邊啊 有沒有看到 這邊它會出現就是說 如果你有多個刮弧的話 它會有什麼呢 這個button是下 上 左右 對不對 那你就可以 一個刮弧就可以去格式化 不同的邊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也就是以後如果你要說出爆表之前 甚至你可以自動把這個框線 全部都設定好 再列印出去 也沒有問題 所以設定框線 再用boulders 這個物件來處理 其實相當的簡單 你只要想到 就是你以前在設定 這個框線的設定 全部都可以用它來處理 ok 所以你想得到的方法啦 反正在這裡都可以做完的 ok 那boulders 這個部分 會有一個刮弧 那我們這個單 這個範例只有 沒有 就是 等於是四個邊啦 我們不是單印哪一邊 那最後呢 就是第一的部分 第一的部分的話 就是紅色 加上粗體 那紅色加粗體的話 實際上第一的部分就是 一樣是phone color 等於紅色 這個跟前面一樣 多一個就是 就是phone的什麼呢 後面多一個 剛剛是color對不對 那你在phone的後面 加上一個什麼 bould 這個bould 這個bould就是 意思是出體的意思 實際上 如果將來你要把這個地方 加一個出體的話 其實就是這一個 然後改成 開關 有沒有 它不是按下去 就是沒有按 如果有按下去的話呢 那 表示 這個應該是處才對 這邊 我這邊是 這邊應該是處 如果是有按 有那個 效果的話 那就是處 如果把它關掉的話 那就false OK 所以這個 這邊我看一下 這到底 這好像沒有出體 我加上出體看看 有沒有 出體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只是什麼 把那個bould 等於處就好了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 我想要斜體啊 或底線怎麼辦 很簡單 第一個 先把這個瓜糊拿掉 第二個的話 在這個foam後面點一下 開頭的 就這一個 那如果是斜體的話呢 反正就愛開頭這個 有沒有 那你把這個斜體的 等於處就好了 它就變成斜體了 那如果你要怎麼 加underline底線的話 其實它應該會有個underline 的一個 我看有沒有 有個underline underline的啊 等於處就好了 所以其實即便我很多沒講到啦 但是你把它點下去啊 答案就出來 還有什麼呢 字的大小我也沒講到 那什麼 那叫什麼 那個叫foam的什麼 size 那size你給一個數字就好了 比如說把它變成 14號字 那你後面就等於14號字 那你後面就等於14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呢 字型的顏色 字型的那個 字型的名稱 那你將來如果那個名稱打不出來 你可以把這邊 複製 比如說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微軟的那個 正黑體的話 你就把這個點下去 它會有個清單 你可以根據那個清單 把那個清單 把那個名稱複製貼到 把那個名稱複製貼到 那個我們的 這個foam的name的後面 這樣子的話 它就把那個清單 幫我把那個字的名稱 因為太多了 我們裝了這麼多 比如說微軟正黑體 好了 你可以把這個微軟正黑體 複製起來 然後再貼到 假設這個地方 我要是一個字的名稱的話 那你可以點什麼 點name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雙引號 把那個微軟正黑體貼上去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變成微軟正黑體了 不過因為這個是英文字 看起來應該是看不太出來 所以大概我舉例說明一下 好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完成 這個你看 所以還有很多 有沒有 這邊還有其他 其他有些可能不一定會被用到 但是大致上 這些應該都可以看 反正你可以上面有的功能 其實在VBA裡面 應該都可以找到對應的 那我這個地方是一個Bold Bold這個 然後等於True 這個True要自己打上去 它不會跳什麼True或False 自己打上去 然後最後記得再把這個 刮弧部分補上去 好完成 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 就是有一個多重的效果 那有多重效果呢 當然你要清除 你不能用這個清除 因為這個清除只有清支料 我必須用一個多重的清除 那清除的話實際上 對應到的就是那個剛剛怎麼加上去 就怎麼把它移除掉 好 那移除的方法其實也非常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也是從那個 成績多重 顏色的這個程式 再把它複製 上面的東西複製貼下來 改成清除 那清除的話 基本上就清除資料之外 再把它的顏色做變更 第一個 字的顏色要把它變成原來的顏色 那原來的顏色 基本上我有用過就是說把它的顏色清掉 可是清掉反而變成灰色的 所以我覺得比較正確的做法 應該是把它的顏色再改回原來的黑色 所以這個第一個 字的顏色怎麼把它改成黑色 其實RGB有沒有 黑色就是0,0,0就黑色 白色的話剛好顛倒 2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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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就白色 所以第一個 字把它改回黑色 這地方 清除的話實際上 不是真的把顏色清掉 因為顏色清掉變成灰色的 那這個地方 比較正確做法 應該是把它再改回原來的黑色 第一個 第二個底色的話 那底色的部分 它這邊是把它加一個 它的color 本來沒有 變成color變沒 底色比較特殊 底色如果你變白色的話 之前我本來是 在這邊用白色 不過後來發現 它會影響到框線 框線的部分 奇怪 框線好像 因為你蓋上一個白色 那框線的地方 好像也會被影響到 所以後來呢 底色的部分 比較特殊 我是用什麼 沒有顏色 那沒有顏色 在ESEL的這個地方 你就必須加一個叫X 這個叫XL 這個叫XL 就EXL EXL的縮寫 XL 後面加一個NUM 沒有顏色 所以在EXL裡面 沒有顏色的話 是XL NUM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BORDERS BORDERS 就是框線部分 框線又不太一樣 框線你不能用 color等於NUM 等於XL NUM 不行 我後來發現 用X這個地方的話 變成要多加一個COLOR INDEX 也就是它的顏色的索引 把它去掉 這樣子才會是正確的 其他的話 像D的部分 也是要變黑色 然後把BORD關掉 這樣的話 就達到清除的這個效果出來 所以最後做到的就是輸入 有沒有 然後清除 輸入 清除如果你用原來的 它就變這樣了 所以真的清除 就這樣子把它清掉 那你會發現就沒有問題 當然 你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之前我本來清除的部分 這個加上去 我本來清除部分 像這邊 是用什麼 用白色的 這不是用X 我是用這邊 白色的話是255 255 255 就全部的顏色都加上去的話 那你會發現 清掉 這個我把它清除看一下 我記得好像這樣清掉 它會變成像這樣子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就變成好像 它原來的那個 隔線 就會有點被干擾到 所以後來我才改成 那個X 這個地方把它改成 這個等於什麼 XL 這是L 不是E 這是NUM 沒有 有 那我改這樣之後的話 再來清除 再來清除 這地方 這個加上去 然後清除的話 這個是Bow 是不是改錯了 我改到 啊 我改到這邊來了 應該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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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這個參考 OK 這樣才對 OK 改到字型去 把它清除一下 有沒有 它的原來框線就出現了 所以 你想說 這個 我這個怎麼做的 其實都是實做出來的 那標準答案 其實都是自己去 試出來的 可能原來 我大概知道 有個邏輯 可能是這樣子 但是不見得是 真正實物上 有的說不見得 可能照你原來推理 好像應該是把顏色清掉 可是後來發現 把它蓋成白色 不過後來發現不行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有這樣的最後結果 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主要 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如何去修改 那個 包含就是 字型的相關的 顏色 那只要以後 想到顏色的話 你就要記得有個 函數非常重要 叫RGB 只要是跟顏色有關的話 就是RGB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字型的任何的 相關屬性 其實就是一個 FON 整體 奉著這個物件 去做 儲存格的相關格式 裡面當然包含 我們這邊有用到 像Color 或者是Bold 沒有用到的話 像斜體 另外還有底線等等的 字型 字的大小 雖然沒用到 可是如果說 將來 你希望去做變化 其實也可以自己去點下去 它底下會有清單 自己再去選取 使用的方法 其實跟其他的都大同小異 反正我想這個部分 可以自己再去針對自己 這個工作上面 格式需要再去做增加 OK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 層積多重 可以加顏色 也可以把顏色給清除掉 OK